欢迎收听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薇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宝狗投资中间Sky 哈喽大家好 在我们正式进到节目之前 先让我来广告一下 就我们8月10号到8月19号 会在日本东京做投资市场调查的访谈 所以如果你有认识的朋友 就是他可能久居日本 然后也有在投资日本的股票 或者是日本的ETF 就是直接在日本有开户 然后有在做投资的 那都可以从我们资讯栏的表单里面 去填资料 那我们希望可以访谈 然后我们的访谈地点 会在范田桥站的旁边 我们有住一个会议室 访谈时间大概90分钟 如果讲中文就更快啦 90分钟是因为我们是日文 然后我们有一个翻译这样子 那加上翻译时间大概90分钟 如果是中文访谈的话 大概四五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访谈的车马费是一万日元 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都可以去我们的投资表单 那时候想一下一万台币 我去 我问台币的话 那太多了 马上就来了 对不对 我们访谈90分钟啦 一万日元这样子 就含交通费啊 跟一些就是访谈的一些谢礼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在日本 或者是你自己就生活在日本 然后你有来投资认股票 可能投资了很久了 就我们希望可以在日本 至少要待可能三五年以上啦 那投资日本股票 可能也希望 至少投资半年以上了 对 那这样的人呢 我们都希望可以访谈 就可以从我们的表单去填写相关的问题这样子 有两个表单喔 就不是Podcast会馈表单喔 是那个访谈的表单的连结 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前几天呢 我看到一个 大家都在分享一个论文 看到吗 一个 不是啦 大家分享很多论文 我不知道哪一种 一个AI的论文 就是 他是 MIT的经济学的一个大师 他在五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五月发表的论文 可是 就那时候 Twitter上面已经有些讨论啦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在 这个礼拜 很多台湾人在讨论这样子 那 主要是啊 那篇论文 他在预测 未来十年 AI带来的这个 总要素生产率 TFP 成长只有0.53% 这低于 多数人的预期 好 那 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然后很多人在底下讲说 啊 这个预测不准 或者是 啊 经济学就没有用啊 什么的 给我先讲一下 这个作者是谁 这个作者绝对是大师 他是 专门在研究跟 劳动生产力有关的 然后他已经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经济学奖项 他也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大热门 他真的就是一个经济学 现在领域非常非常顶尖的学者 然后写过几本书 像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自由的载量 跟他 应该今年吧 或者去年底吗 出的这个权力与进步 其实我都很喜欢 就这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书 所以他绝对是个大师 可是 我们在讲这个 所谓的 TFP成长0.53%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跟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 他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说 你GDP成长几%的概念 就每年成长0.53%吗 他那是全部 不是全部吧 因为TFP他是一个那个 怎么讲 他有点像Kegels那种东西 有成长率的概念 Total成长0.53% 那是不是真的很少 他就是觉得很少 而且就有人来访谈他 他的直接标题就是AI就是Hype 这样 太棒了 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理解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看他最新那本 权力与进步 因为其实他那本就有点在写类似的东西 他那本书在写的事情是 所谓的自动化这件事情 科技的进步 自动化 到底对人类的贡献怎么样 那他其实结论也是 其实没有太大的贡献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跟涛到AI这边 其实我觉得蛮像的 那他的这个成长到底怎么样 他的概念是说 我们今天的这些创新 其实并不是在产生新的工作 尤其在AI上面 很多的创新 他是在取代 现在的一些工作 然后他取代的这些人 其实这些人他 如果他们真的是解放他们的能力 那他们能够去创造新的工作 或者他们能够去做其他的事情 有更多的产出 那他其实也会计算 但是他认为说 被AI取代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 找下一个工作的能力 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因为这可能是比较低阶的工作 那低阶的工作都被取代完了以后 这些被取代的人 可能也很难找到下一个工作 好 我们先不管这边的推论这么正确 当然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假设 那假设之后可以来一一讨论 但先不管那些推论正不正确 这跟我在做AI供应链的 这些硬体公司 会不会赚钱 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这些公司还是必须要 去买这些AI设备 来降低成本 就是你要买AI设备 来降低成本是一个 第二个是 其实Google这次有讲 我不买 别人也会买 我今天如果不买 旁边人买了 然后我这一道书了 我就死了 他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可能人类的 这个总要素生产率 没有上升 可是没有上升 不代表 大量的去采用AI设备 它不会发生 因为他其实也讲了 现在的科技进步 很大一部分 是企业在降低成本 换句话说 如果我这间公司 我不买 就像你刚刚讲的 其他公司会买 那其他公司成本就比我低 那我就没有竞争力了 所以变成其实都还是会有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都还是要 必须要去不断的去买设备 投入设备 然后在AI的研发上面 这件事情其实它还是会发生的 对啊 我觉得用法说会的文字里面 你在讲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那个 对 对啊 因为其实这就代表的是 大家是怎么想这件事的 反正就是Google的法说会 就有人问大家说 靠开架子集 到底赞不赞得回来吗 就这么简单 重点就是问的很简单 就是说 那你到底是不是可以赚回来呢 嗯 那他就是说 嗯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大概在 他就提到AI CapEx 他就问你说 这个反正你到底赚不赚得回来吗 那他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早期阶段嘛 反正你不投 现在别人会投嘛 就even就是过度投资啦 那其实对Google这间公司来说 这些东西还是有用嘛 因为他毕竟他就是把这些东西 当做是他的身材工具嘛 嗯 所以他们是自己认为啦 反正就是这个AI的这个投资 现在的这个加大这个AI投资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对了啦 反正他这段miss掉以后 他之后可能追不回来 嗯 对啊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军备竞赛嘛 对 他又再度地告诉你说 嗯 对 就是军备竞赛 对啊 我今天没弄赢别人 别人把我弄死 那就糟糕了嘛 对啊 那这也是 大家在这个 怎么讲 我们投资这些硬体的目前啦 最大的这个narrative 就是这个叙事啦 或者说这个故事啦 就是目前是走到这个阶段啦 嗯 对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只是说总要素生产力这个东西喔 我记得理论上应该是人土地 然后那个吧 总要素生产力四大核心 对啊 所以这个有一个是什么 创业家精神喔 对啊 所以你这个自动化理论上应该是掠夺嘛 对没错 就是把人里面的东西 他把资本跟那个啦 怎么讲 就是反正还有替代效果就对了啦 没错没错 应该说他主要就是发说 会有这个替代效果 但重点是被替代下来的那些人 他们有办法再产生新的生产力吗 看起来在这篇论文上面 他是比较悲观的做法啦 他觉得说 被替换下来的这些人 他不一定能够在其他地方 去有其他的生产力 但不管怎么样 替代这件事情 它是会发生的 如果我们从这些企业的说法上面 它是会发生的 至少从买家的说法嘛 对吧 我觉得已经不是买家的说法啦 现在是很明确 就是你去访谈 很多人就直接跟你讲 我就是要把这个部门 剪掉多少人 我要用AI去取代 对没错 只要这个walk 我就开始把这些人弄 就是开始减少 对啊 这是很明确的啊 对啊 所以这个 你可以把它当作 就是以前的自动化啦 对没错没错 其实它就是嘛 就是自动化这件事情 在他的研究里面也是一样啊 他认为自动化这件事情 并没有增加太多的 所谓的中药素生产力 但是我们在过去十年 是不是已经看到很多工厂 在进行自动化 诶绝对是嘛 大家看到很多仓储机器人啊 怎么样自动化的仓储啊 然后各种的IoT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在自动化了 但是这件事情 就是它有没有增加 中药素生产力 跟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 需不需要去购买这么多的设备 其实它是两回事 嗯我同意 因为我但 我用于另外一个角度的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 你可以把AI当作是一个 新产品中的parts啊 对 它可以是一个component啊 对 你把它当手机好了啦 对啊 你看手机加强版 手机有个插件 它是AI嘛 然后它把它插进去 诶你变得想买了 你本来不想买 对啊 譬如是AIPC 你本来不想买 你就加了一个插件 诶你就想买了 诶这就很奇妙 这蛮有趣的 这个不知道它有没有统计哦 我这个我还没有统计啊 但我自己觉得 这就是很奇妙一件事情 嗯 对啊 因为有人用过 就是你如果用那个什么 S24 Ultra 对 大家用 有些神秘工 它有下放到其他手机嘛 嗯 就是用过了 诶其实 真的有增加它一些东西 诶今天不是 就我们录音的时间是7月30号 今天早上不是那个吗 Apple不是发布了 iOS beta 里面就有搭载 Apple Intelligence 哦这个我知道啊 但我还没有弄 我还没有看到 没有 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有发表什么影片啊 但我真的蛮期待 我觉得大概在一两个礼拜 就一定会一大堆影片吧 再分享 Apple Intelligence的使用心得 他们现在还在想说要怎么拍啊 不知道是怎么用 对啊 但anyway 就是反正这个东西看起来啦 你从 几家 就是科技大厂吧 大家对这个东西都还是抱以期待 它是一个新品嘛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新品 对啊 只要有新的产品 其实对大家都是一个好的 对这种股票市场 或者是真实经济 其实都是好的嘛 吃进你的购买啦 嗯 那你从药素的生产力的这个 当然这是一开始 大家的叙事嘛 对 就是这个药素生产力 它可能比你工业革命啊 比你这个过去几次的巨大的革命这样子 对不对 那只是说各家啦 我只能说这种事情都是回头才知道的嘛 嗯 even是工业革命 到底创造多少药素生产力 对 我看到的论文也写了N种数字嘛 对啊 有人写K格是1%啦 对啊 我找到的有K格是1%的啊 你感觉很低嘛 但其实很多耶 因为如果你对这个东西 有研究过或有看过 啊 过去重点的时候 那个生产力的这个 成长的幅度之慢 对 让你无法想象啊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啦 就是以经济学的角度 说实在以经济学的人 我很难判断啦 嗯 但我们能判断的是说 嗯 以目前来说 它是可能会是一个 还是 就是维持它是一个新品 然后 这个东西可以增加人类的效率 那 可以增加人类的效率的同时 它又卖得出去嘛 所以这个产品 目前看起来是我个的 我觉得如果对这个论文 真的有兴趣 我这边可以再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啦 因为其实实在 很多人讨论的那一天 就有一些人就有私讯我 问我说 看法是什么 那我就说 老实说数字一天都不重要 这个数字跟那个啊 我们看券商报告 在估EPS 在估目标价一样啦 就是 只有两种 一个是 就是你知道你在下掰 一个是你不知道你在下掰 但 两个都在下掰啊 数字本身不重要 但 诶 报告本身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 有价值的点在哪里 有价值的点在 它讲了哪一些 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跟它的观点 它的推论是怎么推论的 那那些东西是有价值的 可是最后出来的数字 讲这个数字 一定都不准啊 那个都不太重要 所以重点可能比较是说 因为数字又回到 方法论的问题啊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本来就不可能准 所以它真的只是在说 在推论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 我们可以参考 或者说 我没有想到有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资讯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去读论 我觉得可能比较多的是 在读这个啦 数字本身真的不太重要 包含说 这个教授 如果大家有去看到推特 他其实也是 还是分享很多 比方说 AI要怎么样 更好的使用 才能够去让那些 他所认为 可能被取代工作 或找不到下来工作的人 也能够 就是有更多的产出 有更多的产值等等的 所以 对 就其实这个数字 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 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 他也还是在 希望 AI 是能够让大家 让整个社会 能够变得更好 因为 你想 他就做这种劳动相关研究 他其实很在意的是 所谓的 贫富不均的问题啦 或者是我这种比较 就社会阶层 能不能够不要再更分化 其他比较多的 可能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他其实现在 还是有分享很多 就怎么样去让 比较有可能 被取代工作的人 还是能够在 AI的时代 去使用AI的东西 好好的 赚钱 养家活口 对对 养家活口 其实就赚钱嘛 对对 怎么样去赚钱 怎么样赚钱 为什么要赚钱 因为要吃饭 对 对那么简单 好 那我们还是来聊一下 因为这两周其实有蛮多的发售会 没错 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不然跌成这样子怎么办 对吧 跌成这样子 跟这个论有没有关系 有点关系吗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乱 因为跌爆了 所以你就 我感觉AI好像无以为继 其实大家讲的都还不错 对台湾来说 对台湾来说都还不错 台湾的厂商就是 可以是不是说 这样说好了 AI真的很棒 大家真的有拿钱来跟我买 对 我觉得很棒 对对对 外国厂商就说 我真的要花钱买AI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它 对 但是的确就是 毛利利润比率就要降低了 对对他们来说是降低了啦 但对其他人来说 可能像是海力士啊 对不对 他就 我们这个AI真的很棒啊 AI带动了太多的东西了 对啊 所以就看你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啦 对啊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或者说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其实台湾主要也是半导体嘛 对啊 大家半导体其实还是很在意这个AI的这个 因为AI的这个价钱就是好嘛 好棒棒嘛 对不对 那股市跌下来大家都找理由嘛 第一个就是 有人怪之说 好 AI可能是不是hype 对啊 AI hype always会有人喊是hype啦 包含了这个手机好像当初也喊过嘛 对啊 然后包含了 反正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人喊说 哦这是一个泡沫啊 这是一个蜂巢 但那又怎么样 对啊 就投资反正通常这个涨最多的通常就是泡沫啦 我没真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但你说这东西 这个到底有没有营收 有吗 有没有活力 也有啊 所以看起来是 至少啦 以这个极短期来说 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啦 对啊 所以就反正每次下跌 就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就对了啦 甚至还包含呢 就是漏水啊 就是这个NVIDIA的这些server的漏水嘛 其实这我没提过嘛 对啊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它还没有出之前 这不是很正常吗 嗯 它就还没出 你就叫它做到100%好 怎么可能 嗯 它做好了 它就出了没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奇怪的是 就是说因为现在讯息传递很快啦 所以中心有很多的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答案就对了 对啊 你在设计的时候一定会有设计好了啦 就是你设计过了 通过验证了 或者说你设计fail了 你fail了以后再重新改设计 然后再重新验证 那这些事情都很正常啊 对啊 所以都是在这个 就是生产产品的时候 这些都是正常的过程 那只是说它在股市下跌的时候被放大 那你说股市下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理由 最简单就是贵嘛 贵可能是一个啦 第二个是说就是有人出来 去trigger这件事情 那如果它trigger这件事情 股价不贵你也跌不了多少啦 对啊 所以通常都是因为相对贵 或者说它已经涨很多了 那当然就是事实的一些修正是常出现的嘛 因为其实每一年都会 至少会修正一个 空头年我们不要算啦 多头年从高点修正一个十几% 是常见的事情 对啊 所以几乎每一年都有 我们不认为这种也是什么 反转啦之类的啦 我自己觉得啦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半导体 我们觉得还是在上升的循环之中啦 然后之前提到的一些成熟半导体 它们虽然还没有完全复苏 但是也慢慢的有一些 好的消息嘛 对啊 所以就表示半导体复苏 正在这个路上就对了 只是说前面的这些 领头的这些 已经先涨很多了 所以在这个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就适时修正一下啦 那这样子 在这一周里面的这个法术会呢 你能不能觉得哪几千是 比较值得拿出来讲一讲的 台积电又讲了那个啊 这两周啦 其实大家一定还是看台积电嘛 对啊 他就说他的资本支付又 当然没有上调啦 上调的是他的这个下语言嘛 那就是没有调的意思啦 那重点是说 我觉得有两个两个很有趣的啦 因为其实大家就是还是在focus 在covers嘛 对啊 covers的设备 他其实有讲的比较好一点啦 对啊 本来好像是讲K格60%吧 嗯 他现在好像讲翻倍再翻倍啦 对啊 所以就多了一些嘛 K格60%应该是大概两倍啦 翻倍再翻倍大概四倍嘛 所以如果假设是同样的基准下 还是好一些嘛 对啊 所以这个设备的这个 covers相关的设备 可能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哦 这个比预期中好一些 对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说 有人最后一题直接问他玻璃封装啊 他有回答嘛 他对这个相关的东西的确是有在 你说研究中 研究中 对啊 那这个可以听我们之前那一集 那集 玻璃的那一集 就Fanout PLP的那一集 对对对 但他不是做Fanout PLP啊 对 我们再度强调 他不是做Fanout PLP 就是类似那样的概念拿过来用 对对对 那最近这两天 Tranforce也有发一个 Fanout PLP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 你们有提到啦 你们有把这个市场上 目前大家在用的 POP的一些 就是设计的 这种有开案的状况 他有统计了啦 那反正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来看 但重点是说 这个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解方嘛 那这个解方 Fanout PLP 或者说 PLP相关的这些技术 可能是未来 这是先进风筝的一部分 当然啦 这也trigger了 也是个市场上 对PLP的一些想象空间啦 所以相关的这些设备厂 其实 也有一些涨幅啦 虽然说现在这个 这两周的这个 盘势不佳 但他们的 其实这个上涨幅度 其实也不小就对了啦 对啦 所以简单说 我觉得这两个还 应该说算是重要吧 对啊 那简单来说 这个AI的这整个 还是围到在NVIDIA的 那个GPU嘛 还有它的GP200嘛 对啊 所以它那些东西 你说 我们会提到 会不会出货 那个其实 我觉得就影响了 大家去估计 整个供应链 里面的营收 或获利啦 对啊 所以这个大家 才会很在意嘛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 环节没有过 它就不会出货嘛 所以大家所有的 美好的想象 就会往后演嘛 或者说 美好的想象就不见了嘛 对啊 这也是会在 这个什么 事实成真之前 不过目前有 要往后演的迹象吗 大家都说没有嘛 对不对 但会有很多rumor 所以股价波动 就是这样来的嘛 各种波动 就跟你讲说 好像听说没过哦 对啊 因为大家 大家都关注这件事情嘛 所以有很多的波动 来自于这些rumor啊 对 所以现在这个 等一下讲 就是这个 散热这个东西 或者说这个水冷 这个东西 现在是大家 在focus的点嘛 那这个水冷 这个东西 又会影响了 这个整个 伺服器 AI伺服器的出货 所以 这个东西一delay 你就整个逻辑上 推起来就是 哦 好像会delay哦 那事实上 就还没有到他们 真正 大家估计 要出货的时间啦 就是还在设计阶段嘛 就是这个东西的 就是你验证不过 或者什么 都还有机会改啦 当然时间是越来越紧迫嘛 所以大家来关注这个东西啦 所以 总归来说就是 我觉得要关注的 可能是AI带动了 这整个 Semi的半导体 循环的 重新向上 到底有哪一些公司 还没有 搭上这个列车吧 我不是说 AI的列车啦 我是说 这整个需求 起来的这个状况就对了 嗯 什么意思 对啊 就是一些 譬如说我们讲一些 成熟半导体嘛 比较成熟一些半导体嘛 嗯 或者是说 一些新的技术 相关的啦 像刚刚我们提到什么 玻璃啊 或者说什么那个 我们上次也有提到 可能一些相关的耗材啊 对啊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其实你要follow着 整个 半导体的量 拉起来 它才会上来嘛 哦 对啊 因为它其实在重新走一个 就新的循环就对了啦 这个新的循环 就是怎么讲 就是这个半导体的 往上的这个循环啦 那我们觉得应该还没有结束啦 因为大家才从第一年开始 疯狂的拉设备 然后那个半导体的这个 整体销售的 wirewire还在往上走嘛 那其实综合起来 就是理论上 应该还要再走一段啦 大家都还在这个 基本面上修的阶段就对了 哦 嗯 对啊 因为其实你从第一 可以从好几个地方看到啦 因为你从第一季的这些 大家纷纷的上调 资本支出到现在嘛 到现在大概是年中间 所以其实这一段还没有走很久啦 其实跟小正说的一样嘛 现在绝对不是高点啦 相对高啦 我们相对高是说 因为跌了所以是相对高嘛 如果没跌就是不是高点 没有小正其实在跌之前 还在讲到说 现在就是 随时都可能会回档 但是绝对不是高点 因为像你说的嘛 其实所谓的 这次半导体循环的复苏 根本就还没有到一个 就才刚开始而已啦 其实 对啊 还没有hit啦 现在就是长的东西 你看每一个component都是这样子 因为你看D-Rain 或者你看Memory好了 你真的有在长的是什么 是HBM好不好 其他人根本就跟他塞 可是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其他的会长 那我会跟你讲 你可能要想清楚 对啊 因为其他东西还没有跟上嘛 对啊 因为包含今天 可能是像什么 世界先进的 把说 它其实有 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 已经有变好了 对啊 真的吗 像什么 像那个Power IC啊 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有东西在变好中嘛 对啊 但是有没有这么好 没这么好 嗯 没有你想要说 哇 就是全速全进了 就是有个东西要涨 所以你所有东西都要涨 嗯 不是这样子的 它一定又是有这个先后循环 大家一定会选择贵的先卖嘛 对啊 就像海力士一定是 HBM好棒 我要卖爆 对 我有多少产能就改造 弄到那边去 对 MU 就是美光嘛 美光三星一定也是这样想嘛 对啊 大家可能想是说 好 那因为他要把所有东西都拿去 做这个 先进的半导体 或者HBM好了 那你其他东西都要涨 可是你也要看其他东西需求 有没有起来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它其实很复杂啦 对啊 它传递的效果 不是说大家说 哎 你这个东西一过去马上就会涨了 就我过去的观察是说 那个时间点其实你 你可以确定是说 它未来某一天 就是假设这个状况都持续下去 它未来某一天 的这个就是产能会有这种 Lead Time嘛 你Lead Time固定的状况之下 或Lead Time拉长的状况之下 哎 其他落后的东西需求来了 可能会涨 嗯 对啊 但这个东西不是你能 很早之前就讲这件事情啊 或者说很早之前就预见到 就是你知道它会涨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涨啊 大概是这样子 你可能大概推估说 大概在哪个区间会涨 但是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精准的说 好明天会涨 这样类似这样的概念啊 嗯 对啊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 那个MLCC啊 被动元件嘛 或者是说MCU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过去都会跟着 这整个行情去走啊 哎 这次都还没有涨啊 你跟我说 你这就是爆架 爆架大概没有 啊 爆架大概没有涨 爆架目前都还 不算有涨啊 哎 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记忆体 其实记忆体真的是除了HBM以外 看起来我们讲那些DDR什么的 爆架好像也不是很乐观目前 目前都不是啊 这个DDR5好像还可以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东西很有趣啊 因为过去有出现过 这样的practice嘛 但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啊 哎 你说到什么东西 对啊 就是过去有出现过 就是 legacy 长很多 OK 对啊 但是就是 legacy长很多很多 就是有好几次 那他不是每一次都这样 因为 不然记忆体循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记忆体循环十几个循环 对啊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选择这个 你现在越来越多legacy 但状况越来越复杂嘛 对啊 因为可能过去没有这个 什么为的 什么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啊 什么的 对啊 反正有各式各样的因素夹杂的 那就我们来说 我们会觉得说 大方向可能 就是 如果这个记忆体循环上 我们这样估计的 再往上走 其实全部东西都会涨 对啊 刚刚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到最后都会涨啊 在最后这个 嘻笑的时候 什么都会涨 Waver也会涨啊 对啊 就是even是Waver 这一次 怕就是all in 什么 怕就是all in 不要怕 怕就是all in 没有啦 我就觉得是 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到底要赚什么钱啊 因为有些要赚快钱嘛 对啊 什么时候没有涨啊 你要赚快钱 我很难跟你讲说 你怎么那个 就是什么时候会涨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never know啊 对啊 我们只能推估的是说 他有比较高的几率会涨 通常都是这样啊 对啊 那 我觉得大家还是 如果要看深一点的东西的话 其实这几两个礼拜 真的蛮多东西的 像什么哪些东西 比如说像历程 也是出来讲一些 HBN有哪一些制程啊 历程啊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AI会带动了很多半导体的眼镜嘛 那半导体眼镜除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的就是HBN嘛 对 HBN里面它自己也本身也是在 往前走嘛 对 HBN 3 2啊 3 1啊 4啊 这样跳出来嘛 那它生产的技术也会变化嘛 那它生产技术会 一变化以后 诶 设备商就会赚到钱啊 对啊 所以这个就很复杂嘛 所以大家一直在关注这整条链上的 所有的变化的原因在这里啊 那如果HBN的产能又太大了 产能太大 不是产能太大了 就是需求太多了 OK 有很多小的需求 他们就是在做HBN有相关的封装的东西吗 没有 他就是过去是做Memory NAND的封装嘛 Memory相关的封装嘛 对啊 可是他这样提HBN 他是要提哪一块啊 他就是未来有可能转给他们做啊 转给后面的人做嘛 这是他有提到的嘛 因为他其实在法术卫里面讲蛮详细的啦 当然讲很详细的大家就不说了 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 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好赚 大家都要来赚啦 你说未来会不会这么好赚 我觉得很难讲啦 对 因为大家都要冲进来做了嘛 对啊 所以这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 这个循环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这样 对 大家都冲进来了以后 这个价格就很难说 但是 离大家都冲进来 还有蛮长一段时间的啦 对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进来了 理论上这个价格 或者说这个东西就不是这么难的东西嘛 所以他的有很多的什么 代工费啊什么的都应该要降嘛 但问题是离他们要再冲进来的时候 还蛮久的 对啊 所以这个时间点可能是一个 有一个时间差啦 就蛮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可以这个 关注的吧 但重点是说 我觉得这些封测厂啦 现在开始 就是这些后段的厂商 大家开始有新的投资啦 对啊 这对大家来说一定都是好的啦 他们就是看到something才会投资嘛 对啊 所以就对整个半导体啦 整个这个叫什么 semi cycle的网上 绝对是 确认的作用啦 因为通常他们都会比较慢 做这个 比较大的资本支出啦 对啊 当然他们年初已经上调过了嘛 所以这个 就是说 我们这家后段的这些欧赛厂 他们在做这些投资的时候 一定是有考量 就考量更多的东西就对了 对啊 所以anyway 我是觉得还 其实 虽然股价点这样子啦 对啊 大盘回答很多 但这个 其实 法作会大家都还讲了 还不错就对了 他们这些欧赛厂 大概都是在可能 以历程来说啦 他就是在那个嘛 今年第四季 或明年第一季 会开始 陆续有这些产品出来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现在应该 这产品会是什么样的产品啊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哎 他不会跟你讲啊 但 他们是跟那个嘛 他们是跟日本的客户合作 可是 谁啊 反正他不会跟你讲很详细啊 这个都要 就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者说是半导医业界的人 可能知道吧 对啊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 就你要可以挖很深嘛 那挖很深以后 你就要知道说 这个东西未来衍生的东西是什么嘛 比如说HBM这一系 大家可能就是在看说 哦 那个Microbound可能不够了 那大家就可能就开开Hybrid Bonding嘛 那 那个什么 大家如果看这个 那或者说HBM可能 下放到其他的这些历程啊 或者说日月光啊 大家就看说 哎 那你这个要怎么叠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你要做这个制程 需要哪一来一些设备嘛 嗯 所以这个设备厂 在这个时候绝对是 一定是受贿的 只是说你要看出他的 有没有被人家预期到这件事情 嗯嗯 对啊 已经被预期到了 哎 股脚涨了 那就难讲了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一直很关注这个 目前一直很关注 这些半导体厂商的原因啊 那他们股价也都先涨了 嗯 回来的时候也会很凶啊 对啊 因为大家已经预讲到 那美好的未来 对啊 发现说啊 还有一段时间啊 先跌一下好了 然后过程就觉得 嗯 好像可以了 跌到这个地方好像可以了 再来买一下 对 对啊 所以这是他波动的原因嘛 嗯 所以这个 对啊 我觉得现在就在反映这个 有些东西还有一段时间的过程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集谈论的内容 也记得如果有朋友在日本的 欢迎介绍他们 让我们来访谈一下 那如果对我们以上讲解 有什么想要补充啊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也都可以从Google表单里面 就是Podcast回馈的那个表单里面 跟我们分享 我们就先到这边 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